人到六十岁,最重要的是学会自己找玩伴 子曰,五十有五,而自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余据 人到六十,一大半人生已经走过,开始步入老年时光 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看淡一些事情,放下一些单子,寻找一些陪伴,积极地拥抱人生,拥抱退休后的老年生活 我们要学会放下,放下一些执着的追求,该得到的早已应该得到,剩下的只会是徒劳无功 我们要学会放下,放下一些责任和担子,儿孙自有儿孙福,子女都已经长大 各有各自的生活 我们没有必要再拽在手里,应该放手让他们自由地去飞翔 我们要学会看淡,看淡名利,名利是最累人的事情 名利藏也是乌烟脏气,利益熏心的地方 早日看淡,早日远离,再能更好地享受老年生活 我们要学会看淡,看淡金钱的分量,毕竟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 该花的花,该享受的享受 辛辛苦苦一辈子,总要犒劳自己一下 最重要的是,我们要学会寻找玩伴 这样生活才会多姿多彩 玩伴可以是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 也可以是具体的一项兴趣爱好 对于喜欢养花的人来说,花花草草就是他的玩伴 他可以和花说话,陪草聊天 对于喜欢养小动物的人来说,宠物就是他的玩伴 他可以和宠物一起吃饭,溜弯,看电视 对喜欢钓鱼的人来说,一条亲近的小河 一根蹭手的鱼竿就是他的玩伴 放松心情享受 最美不过夕阳红 六十岁的你我 但愿身体健康 笑口藏嗨 夕阳正红